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都有他自己相当理性的认知理解以及提供优缺点分析的意见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在他的台湾中国分类当中 他评论了杜振胜教授的中国是怎么形成的 他告诉我们作者杜振胜院士 我们在中央研究院共是二十几年 但是领域不同 老杜公这是杜振胜 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给他的尊称 所以老杜公是朱金一和王范生院士 平常对于杜振胜的称呼 老杜比较严肃 而朱金一跟王范生他觉得 可能儿女辈还更熟一点 二十年前去加拿大洛杉矶旅游 我们家两个大人还带十余所杜家行家两个女儿前往 那是珍贵的回忆 杜苑士女儿泛舟的时候掉入溪流 吓得我半死 索性及时捞回船上 这本书中国是怎么形成的 脉络源自于杜苑士长期的研究 重点是在探索中国的行善 老杜公认为 中国可以区分为中国本部 还有势力范围这两块 中国朝廷对于非中国本部以外的势力范围 在服装、抵御规格、纳粹义务、约束金使等各方面 都和中国本部不同 大体而言 在中国本部之内 帝国才有统治的权威 人民才有纳粹服役的义务 也才算是实质的帝国 其他周边地区 例如荣、敌、辽、枪等 即使汉唐枪声是纳维势力范围 但区域实大实小 因始终没有系统性的编户屁民 作者独生生 中国本部或者是华夏的范围 两千年来和秦朝差不多 一直到清朝初年 在康、庸、浅、三代经营之下 才大幅的扩大 清除中国的大扩张 其中包括了台湾西部 也包括了西藏、新疆 这些疆域扩张都包括几个步骤 先是武力攻击和占领 其实是社官管理 最后则是教化 这个教化其实是把汉人、儒价思想的那一套 强加在周边民族 就像是新疆的再教育营 久而久之 周边民族文化消失了 反而自认为是汉人了 老杜公这种中国本部范围 两千年来大抵御 先请向井的论书 旧史学研究 还有史料组阵上 有绝对的权威性 它的意涵之一 当然就包括台湾 连雍正皇帝自己都说 台湾原本不是清朝的领土 到康熙时才纳入 那当然就可以驳斥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种规划 中国最近三十年 经济崛起 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下 举国的梦想 要洗刷百年过尺 要喊大国崛起 要布局一带一路 要四处设孔子学院 要念奏东升西降 要展现强硬的战狼外交 类似的民族主义也出现在 俄罗斯普丁身上 他说俄罗斯要回到 彼得大帝时代的荣耀 于是并吞克里米亚 入侵乌克兰 布丁心态上 和西米云非常相似 但也同样 没有搞清楚 俄罗斯是怎么形成的 如果西伯利亚 是近两百年才打下来的 如果东欧地区 包括乌克兰克里米亚等地 都是二次大战之后抢战的 那么这些地区 又凭什么说是 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我认为民族主义风质的行径 也大致相同 除了疆域服装 理智户籍 税役等定义国家的要素 杜正生也就提到了 许多中国传统上 对异族的歧视 所谓忠 这个中国的忠 本来就是其他国家 为边陲的意思 而中国的古籍上 经常将周边民族赴以犬之鞭 受之数 像是敌 枪 犬容等 当然也有贬义比义之意 半顾说 遗迪之人贪而好利 琵琶琶琢任 人面受刑 是故甚亡 勤受续辞 杜院士就将这一类的叙述 次次为 种族歧视 此外 汉朝官员诱杀 西域楼乱网 老杜公也描述 西域就像是 直率天真的少年 斗不过老奸巨化的汉官 老杜公的观察 朱敬一特别说 我都同意 在这里要做一些 不同学术领域的补充 我初浅的 演化生物学知识告诉我 种植圈养的农业社会 旧事会和采集狩猎的 幽默民族 产生相当不同的民族性格 农业社会群居 聚落比较大 分工比较细密 彼此交易频繁 这些都是 人类学文献所详载的 由于聚居的人口多 交易频繁 社会秩序自然发展出 各种规范体系 还有管制的阶层 以其秩序之确保 这些体系 含阶层约束人民的行为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礼法 人民习惯于礼法日久 就把那些疏于礼法约束的人 视为粗笔 最简单的说 在农民眼中 游牧民族 当然是粗笔无稳 自动鄙视 有它社会结构的背景 罗马人称入侵的马上民族 是barbarians 是蛮族 不少使家将入侵之后 千年称为dark age 黑暗时期 又把黑暗时期结束 称为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而说 中国的权势 也是表现出 农业社会对采集 採集狩猎社会 缺乏窒息的一种鄙夷 这种鄙夷 死无憾 现代社会 种族歧视这个词 有语义上的差别 至于采集狩猎民族 贪而好利 我认为 也有演化的解采 采集狩猎的食物 都是生鲜食物 没有办法储存 而游牧宜居者 也没有客观的环境 可以储存食物 在这种环境下 所有的人都必须要 发现食物 尽可能多吃 等于是 用胃 用肚子 来当储存 以准备在 未来受裂不顺的时候 还有热量可以维生 因此 凡是受裂为生的动物 都一定要贪吃 才能够在演化下存活 这种贪恋食物 似乎和班固所说的 贪而好利 相去不远吧 密室艰难的环境 不只是 动物需要贪 也要省 美国研究显示 印第安人患糖尿病的比例 比较高 这是因为印第安原住民 早年生活环境差 慢慢引化出 节约能量的生活形态 以便存活 但是到了现在 食物丰富了 节约能量反而就使得身体 累积了太多能量 以至于容易生病 华夏民族 汉 荣 底 蛮 匈奴等 民族之间的互动 差不多从 夏商周时代开始 那个时候 人类社会其实还颇受 自然环境的约束 跟动物社群 有一些共同性 这是我对于 人之异于 禽兽者极西的诠释 有人类学家指出 印度总性制度 歧视的 北方若干人种 或许跟早年 北方流入的传染病有关 当时因为 与那些人接触的 多种病身亡 所以那些人 都是劣等 受诅咒的 或许是 贬义鄙视的 初始原因 演化几千年之后 即使传染病消失了 歧视却挥之不去 讲这些 人之异于 禽兽者极西的 演化故事 只是要强调 许多用现代观点 审视的差异 其实都有 几千年前的演化背景 从这个角度来看 包容性 会更强一点 最后 周静怡说 历史上的中国 究竟是什么 是一个民主 或文化的 形成过程 但是 民主文化学院 毕竟看 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是两回事 中国跟台湾之间 不是民主的问题 而是 民主的问题 厘清民主的过去 有助于我们的思辩理解 但无论如何 民主自由 才是台湾人民决定走向的关键 要再强调一次 台湾的未来 不是民主问题 而是民主问题 我们消息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山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台北 Radi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未来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朱金一院士 她的书评集 硬刻出版的新书 书名叫做《千卷更读一卷评》 我们来看朱金一评了什么样的书呢 她评了一本叫做《太空商业时代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Ashley Vance 她一千件写过Elon Marks 特斯拉SpaceX和对美好未来的探索 差不多把太空第一战将Elon Musk 介绍得很清楚了 Mask只是一名战将 他确实是开创者 但还没有办法代表一整个太空产业 那接下来Vance他所写的这本书 则介绍了过去十几年 太空产业发展的另外几位斗士 有成功的 有失败的 有做火箭的 有做卫星的 帮助读者可以完成太空产业的拼图 大家都知道Elon Musk 他成功发射了猎鹰九号火箭 而且可以重复使用 每次发射可以轴载 170颗卫星升空 到现在 Mask已经在太空布建了 大约6000颗卫星 称之为Starlink 星链 可以提供低轨卫星通行服务 Mask之外 第二号太空战将应该是Jeff Bezos 他有自己的火箭 取名叫做New Shepard 不但可以回收使用 还可以载人往返太空 Bezos最近也已经布进了 大概3500克低轨卫星 但是关于Bezos的故事比较少 大家了解比较多的还是Mask 这本书介绍了太空进竹的 第三第四号战将 第三战将是Peter Beck 他是一个纽西兰人 是火箭实验室的创办人 成功完成两颗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大的叫中子号 小的叫电子号 Beg他的火箭是专业运送服务 他自己不布建卫星 而是帮别人把卫星载到天空去安置 以上这几位战将做比较 朱敬一说 我超级喜欢Peter Beck Elon Musk是出了名坏脾气 压榨员工 暴走高调 口音不错 家财宦官 Mask也有不错的学历 他是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旅学士 Stanford的博士班辍学 Bezos是Princeton大学的奠基学士 但Peter Beck大学都没有读 又是在纽西兰的偏向长大 成长环境当中只有牛羊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工业 Bezos建立的火箭实验室 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是这位偏向纪念 自己摸索学习而得的 如果火箭实验室今天的成就是一败 那Bezos大概自己一个人奋斗到七十 才开始有戏骨的创投进来 这个时候的创投 与其说是资金协助 不如说是来分一杯梗 由于Bezos是工程天才 一切问题都是他自己亲手解决 所以放眼全球 也只有他的火箭实验室 第一次发射火箭就成功 所有其他人都要摔掉几枚火箭 才能有一枚成功 本书另外介绍了太空的第四号战将 那是William Spencer Marshall 他创办了卫星实验室Planet Labs 把各式各样的大量卫星放进到太空 由太空收集地球各式各样的资料 靠着出售资料的博物营收而赚钱 例如计算Walmart超市停车场的停车数量 判断生意 再把这些数字卖给华尔街避险资金 观察美国玉米田的生长健康状况 判断未来玉米价格的走势 向华尔街提供市场出售 统计所有矿坑出媒数量 估计这个国家的GDP 其他也包括观测热带雨林的面积 监督稻彩稻瓜 揭发中国南海战交 估计邮警出游 分析COVID包装期间经济活动 窒息中国载 新疆兴建的飞带发射台等等 当然如果老公在沿海 有隐藏军队调度 也绝对逃不过这几万颗卫星的法业 怎么说也介绍了几个失败的太空进驻者 包括Extra 还有萤火虫航台等 这些公司都是火箭公司 钞票烧光了 还没有成功发射火箭升空 所以就倒闭垮台 这背后有技术问题 有人貌不障的问题 很难下定论 我们知道Elon Musk也曾经在破产边缘 但是他的第四枚火箭发射成功了 所以才有今天 这背后的运气因素 当然有绝对关键的影响 太空产业的国具 现在跟未来 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 为什么太空会出现 Elon Musk的生猛挑战呢 主要是因为原本的老大哥 NASA太僵硬 太官僚 太没有弹性 又太着重军事 Mask他看到了 NASA承包厂商所卖的零件 不合理的贵 交货不合理的欠缺效率 所以有了 彼可取而代之的挑战念头 第二点 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挑战呢 因为发射火箭实在涉及太多太多知识 例如天文物理 材料科学 燃烧 流体力学 天候雨测 电子操控 大数据资料分析等等 这一大拓拉库的知识跟应用 只要有一点点的差错 几千万美金的火箭就爆炸 这种超高风险的事 有几个人敢做呢 第三点 太空尽筑的利益在哪里 目前看起来至少有两方面 第一是前面所提到的 太空收集资讯的分析 这些资讯绝对是有用的 而究竟要如何来用 全球几十亿人都可以想象 以前撒谦说 情失其路 天下共足之 现在是天空开放 天下共足之 这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商机 第四点 太空主力的第二个面向 它应该是第六代自动讯 六G时代简单说 是几万个太空低轨卫星 取代部件受限的地面基地台 每个低轨卫星 像是基地台 原来没有基地台的沙漠海洋 无法有效的通讯 现在全部可以靠 低纬卫星通讯了 这绝对会大幅的影响 海洋运输 自动驾驶 创造出许多的新服务 上级无限 但是厂商必须要先布建 上万个卫星 才能够实现六级通讯 第五点 太空产业 要不要规范 要不要管制呢 当然要 否则会天下大乱 哦 是天空大乱 台湾的电信服务 由中华电信远传 台湾大哥大等 他们彼此总要互通吧 可是将来 Mask和Bezos的网络之间 谁可以要求他们互通 通讯服务总不能由 菜董或许董来决定 谁可以用 谁不准用吧 通信网络应用 是中立的吧 可是现在的低谷卫星服务 却是什么规范都没有 斯大林要不要给 哪里提供联讯服务 完全由Elon Musk 他一个人说了算 他曾经切断乌克兰通讯 使得斯兰斯基 没有办法攻击 俄罗斯的黑寒舰体 这种天下什么战争可以打 什么战争不能打 完全由世界首富决定的 病态状况 总该规范一下吧 第六点 太空需不需要交通管制呢 应该也是要的 太空很大 没错 但是以 人类的疯狂模式来看 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有很多故障的卫星 形成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占据的地方 就会阻碍 轨道顺畅 当然也就影响了太空服务 现在不但跨国之间 没有发射卫星的规范 各国之内也没有 这种事情现在不管 将来想要再管 那可能会来不及了 第七点 把什么送上太空 要不要管制呢 1971年的007电影 金刚钻 描述坏蛋 在太空装设了 雷射武器 可以摧毁地面的任何设备人员 在太空遍布几十颗卫星的时代 我觉得 这种可能性 会变得越来越大 现在地球上 任何人都可以发射 任何卫星上太空 要由谁来管理发射内容物呢 所以周静怡特别推荐 太空商业时代 这本书很好看 作者也很幽默 他说 皮特贝克在纽西兰 发射火箭唯一的款制式 海关人员认为 火箭发射到太空 再回收回来 应该要向海关申报 出境再入境 这位纽西兰海关官员 真的很爆笑 如果是在台湾上谈话节目 一定悲狂疼大 作者也走访了许多太空战将 提供了不少低手的观察 老子说 天道无尽 常与善人 太空产业 是正港的天道 只不过是天道无尽 常与疯狂之人 在太空产业 疯狂不见得会成功 但是不疯狂 绝对不会成功 这篇书评也就充分的 显现出 朱静怡 她的书评级的特色 在这里提供了范围很广的新知识 同时呢 朱静怡 她对于这些书 她有她自己的整理 跟自己的看法 帮助我们可以快速的吸收 这些新知内容 这本书 书名叫做 千卷更读 一卷评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